就是目前的方法呢 我们需要做这个两期 第一期手术之后呢 一般三到六个月 就基本上恢复了 伤口就是恢复得比较好 没有伤口的存在 然后呢 这个孩子的话呢 他可以适当地进行一些早期的功能锻炼 那么第二期的手术呢 就是在第一期术后的三到六个月 第二期手术之后三个星期左右 我们就要开始功能锻炼了 二次手术以后的三个月 三个月左右 慢慢地就开始建立一些功能 新的功能 我们说有意义的功能 不是简单的这样动一下 它可以来捏 可以握 可以夹 可以来这些 提拉一些比较重的东西 那都是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时间跨度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